第六节的第二个考点 管理会计的基础知识 规纳了两个方面的考点 重点是第二个 管理会计是由四个要素 我们称为四素菜 哪四道素菜呢 一定要知道是断题经常考核的考点 先来看 第一个是我们了解的内容 管理会计的定义 管理会计的目标 以及管理会计的指引体系是什么 先来看定义 通过管理会计定义告诉我们 管理会计它是一项管理活动 这项管理活动主要是对外服务呢 还主要是对内服务呢 我们前面讲的财务会计 主要是对外服务的 这里讲的管理会计呢 主要是服务于内部单位的 是帮助起来赚钱的 不是以记账为主的会计 来我们看 这里写了 管理会计主要服务于单位什么 内部管理的需要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它的目标 管理会计目标是利用管理会计 它的工具和方法 它有一套的工具和方法 来参与单位的四个方面的活动 这四个方面呢 有事前的 有事中的 有事后的 事前的就是规划和决策 事中的控制 事后的评价 通过参与这四个方面的活动呢 为这四方面的活动提供有用的信息 最终提供信息是干什么呢 是评价过去 决策未来吗 它并不是大表述的 评价过去 决策未来 这是财务会计的目标 管理会计目标是什么呢 它说的是推动单位实现你的大战略 战略的规划 它也并没有说是帮助企业赚钱的 我们说帮助企业赚钱 那大白话 这里说的是推动单位实现战略规划 我们在以往年度考试时 就把财务会计目标和管理会计目标 给你混淆起来 它让你来进行区分 看看它说的准确不准确 一定要让区分开来 第三个来讲解 管理会计的指引体系 我们前面讲了财务会计 财务会计在工作当中呢 有一套会计核算的游戏规则 是吧 对这个游戏规则呢 有基本准则 具体准则 还有应用指南 那是对外财务会计 一个硬性的游戏规则 你听也得听 你不听也得听 那是硬性规定 而管理会计在管理工当中 游戏规则呢 它不是一种硬性规定 它是一种建议 所以说对于它这套游戏规则体系呢 它叫指引 我指导你 引导你来进行实施 并不是你必须要实施的 好 那我们来看 管理会计的游戏规则体系 叫指引体系 是由三个方面来构成的 分别叫管理会计的基本指引 管理会计的应用指引 和管理会计的案例库 对案提要知道的 什么是基本指引呢 基本指引就是一个大的原则 和大的方向 应用指引呢 就是具体的管理会计活动 一些具体的工具和方法 第三个案例库呢 就是把我们国家 已经应用的 比较成熟的这种案例 结合到一块 形成一个案例库 你要想实行管理会计了 你可以参注这些 成熟企业的管理会计的应用 照妈画乎 照回头画瓢就可以了呗 这就是案例库 对于指引体系 就是由这三个方面来构成的 对案提要把握 同时呢 这里还有一些小的细节 我来问你 基本指引和应用指引 谁是居于主体地位呢 居于主体地位的注意 是管理会计的应用指引 因为基本指引呢 它只是通过它的解释 来告诉你什么是管理会计 讲了管理会计目标啊 讲了管理会计的四个要素啊 对吧 它只是一个大的原则 那具体的每项管理会计工作 怎么进行 怎么实施 是在应用指引当中进行讲解的 所以说应用指引 是基于主体地位的 对单位实施管理工作的 一个具体的指导 谁是主体地位的 应用指引 那基本指引出一个什么地位啊 他说基本指引起到统领的作用 它是原则和方向嘛 它是统领作用 对于基本指引是制定下面两个指引的下面两个游戏规则的一个基础 你看是制定应用指引和建设案例库的基础啊 这是我们要保住的 同时我们还要知道这样一句话 说基本指引不同于企业会计准则的基本准则 不对 注意啊 不对 应用指引中 未做出描述的新问题 提出处理依据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对外的游戏规则和对内的游戏规则的不同 对外游戏规则 我们有基本准则 就是你财务会计 有基本准则 有具体准则 而对内的管理会计有基本指引 还有什么应用指引 这里我们要注意 在对外的财务会计基本准则当中 它规定了我们具体的业务原则 业务有一个总体原则 在具体准则当中 如果说出现一些新问题了 具体准则没有约束到 那怎么办 我们就看基本准则这个原则来作为我们指导方向 这是对外财务会计这一块 还有硬性规定 所以说具体准则没有描述的 那就看基本准则 而管理这一块如果说应用指引 没有加以约束的 能不能看基本指引呢 是不行的 因为基本指引呢没有对业务的具体处理呢 提供一个总的原则方向 它只是解释什么是管理会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知道 基本指引就是管理会计这个啊 不同于企业会计准则的基本准则 不对应用指引中谓则出描述的问题 提供处理依据 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考核方法 主要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考核 一个是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目标 第二个呢就是管理会计指引体系 是怎么来进行构成的 来看这道判断题 管理会计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 单位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关的会计核算信息 那是财务会计的目标好吗 管理会计呢是通过提供信息 帮助单位推动战略规划 那才是管理会计的目标 如果只是提供核算信息的 那是财务会计的目标 好了来看这道单元题 下列个想中关于管理会计指引体系 表述正确的有什么 看A选项 管理会计指引体系包括哪三个方面 是基本指引具体指引和案例扑吗 看起来好像对 第二个不对应该讲应用指引 不叫具体指引 而B选项应用指引起到统领作用 应该是基本指引起到统领作用 是制定应用指引和建设案例库的基础 这里他表述错误了 C应用指引基于主体地位 应用指引是一个具体的指导 它基于主体地位 对不对 是一个正确表述 是对单位管理会计工作的具体的指导 4D 基本指引对应用指引中 未做出描述的新问题 提供处理依据 是提供处理依据吗 应该是不提供处理依据 所以表述错误 这表述正确的 只有C选项 来看第二个大问题 就是管理会计的次要素 也就是管理会计都是由什么来构成的呀 由四个方面来构成的 就像我们财务会计 是由六大要素 管理会计不是六大要素 是由四大要素构成的 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多项题就构成了 我们一定要把这四个要素 一定要背下来 在我们今年考上中 很有可能考的就是 管理会计的四要素是什么 至于管理会计四要素下面具体解释 我觉得考的概率都不是特别高 我们这里在技术班上 只是简单来提示一下 好 来看一下 第一个要素就是应用环境 如果说请同学们到阿里巴巴 在一任管理会计的老大 让你去做管理会计工作 你怎么去做管理会计工作呀 你首先要熟悉一下 阿里巴巴它的管理会计应用环境吧 熟悉内部环境 要熟悉外部的环境 所以说呢 要想做好管理会计工作 你首先要熟悉它的环境 这里包括内部的 也包括外部的 这里也指明管理会计应用环境 是单位应用管理会计的基础 好了 这是第一个要素 第二个要素呢 就是在管理会计的管理光当中 你要有工具有方法 这些工具和方法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我们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一些理论 一些理论 那我们来看 这里谈到了管理会计的工具和方法 是实现管理会计目标的具体的手段 就是各种各样的理论知识 包括什么叫战略地图啊 什么叫平衡积分卡呀 我们进行技巧管理的时候呢 就要使用到平衡积分卡这种理论 我们进行战略预测的时候 要使用到战略地图 我们进行盈利能力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进行本量力分析 这些都是一些分析的理论 这理论我们称为叫做管理会计的工具和方法 在去年教材当中 讲了N多项管理会计的工具和方法 它有七大领域 每个领域下面都有不同的工具和方法 今年呢统统呢都删掉了 只留下了几个典型的代表而已 告诉你 这些就是管理会计的工具和方法 我们只了解一下 这名称我想就足可以了 来看一下 它遗留下来的是什么样的工具和方法呢 有战略地图 平衡积分卡 滚动预算 本量力分析 作业成本法 有能力就背一背 这些是管理会计的工具和方法 没能力就放弃 毕竟考盖率并不是特别高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个就是管理会计的活动 拥有管理会计的工具和方法 在什么方面来发挥作用呢 一定是在管理会计 它所设计的活动当中来发挥作用 在哪四个方面发挥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 管理会计活动是单位管理会计工作的具体的开展 是单位利用管理会计所提供信息 运用管理会计的工具方法 在这四个方面来发挥作用 这四个方面就是管理会计活动 事前的规划和决策 事中的控制 事后的评价 好 第四个要素就是信息与报告 我们通过管理会计的管理呢 我们最终也要生成信息 这里的信息包括两个方面的信息 既包括财务信息 也要包括非财务信息 这是要知道的 对于信息来讲呢 是管理会计报告的什么 基本元素 好了 这是管理会计的四素菜 有哪四个素菜构成一定要掌握住 好 我们来看它的考核方法 主要从这几个方法来进行考核 管理会计四要素 是有哪四要素构成的 管理会计工具方法的内容 在以往年度当中经常考核 我觉得今年呢 考核概率并不是特别特别高 那我们只是从准备上了解一下 第三个呢 就是管理会计生成信息 只是财务信息吗 还包括非财务信息 来 通过题目再来练习一下 看这道题 下来讲中 属于管理会计要素的有什么 看看哪个是管理会计要素啊 应用环境信息报告 管理会计目标 管理会计活动 管理会计目标不是啊 剩下的三个 都是它的会计要素 哎 你们说一共是四个要素 还缺了哪个要素 还缺了工具和方法吧 对吧 好了 那这个题目属于的是ABD 来 看这段题 下来讲中 属于管理会计工具和方法的有什么 这只是从严谨角来说 谨慎角来说 我们准备了这么一道题目 啊 那 我们就还给了 大概有五六种方法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BCD 都是 而 会计信息化管理系统 在我们教育当中提到它是一个工具和方法了吗 如果只是从推测角来说 管理会计要进行管理 需要使用工具 那我们需要有一个信息化信息系统 以为它也是工具和方法的 我们这里讲的工具和方法 不是一个具体的工具 不是电脑 不是软件 第二 它讲的是我们进行分析的各种理论 所以没有这个会计信息化管理系统 好了 我们来看 这样的番范题 管理会计应用过程当中 管理会计信息 包括财务信息和战略信息 是财务信息和战略信息吗 包括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 这些信息是管理会计报告的基本元素 这句话表述错误 好了 这是关于什么是管理会计 我们只是做一个前线上了解 如果说一定要背下来的 就是管理会计四素菜 只有哪四个素菜来构成的 好 管理会计我们就讲解完毕了 这一节也就讲解完毕了 掌握住成本会计的基本支点 以及管理会计的基本支点 基本支点也就足以了 好 这一节就讲解结束了 同学们我们下一节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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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呔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